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包明 我们今天要说的话题是 美国打压华为 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2020年的7月份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 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 名字叫做 美国对华失策 打压华为的错误 这份报告尽管早就出来了 但国内了解的人并不多 这是美国人自己检讨 打压华为的得失 我认为还是比较客观的 那我们就看看美国人自己 是怎么分析美国的行为的 这个报告认为 看似美国打压华为是有利的 但这一政策的后果 却对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 造成了损害 经济方面 半导体产业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石 对华为的技术脱钩 将对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发展 造成损失 并且会加速中国技术的独立发展 在安全方面 技术脱钩将损害美国的军事利益 并且降低中国 采取极尽行为的成本 报告最后还提出了一种 称为原则性互相依赖的新战略 以此应对华为和中国高科技 对美国带来的风险 这个战略并不是要求美国信任华为 或者是信任中国 而是让美国要对自身充满信心 打造更有效的伙伴同盟关系 这个报告认为 打压华为是用危险的方法 应对危险 华为的崛起 见证了持续创新的私营企业 所能够获得了巨大的收益 但是遗憾的是 全世界并没有几个国家 为华为的成功而获采 反而是不断的设置壁垒 保护自己 不受它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对华为 发起多管旗下的全面式的打压 法力方面 美国起诉华为 并且试图引渡华为的孟晚舟 对她进行行事指控 在商业方面 美国采取各种措施 禁止华为在美国销售电信网络设备 并且施压她的盟友 纷纷仿效 美国还试图通过海外的外交和军事手段 将这些制裁向全球推广 美国还通过实施实体清单 切断华为的零部件供应 美国的这些做法产生了什么后果 实际上 以削弱和孤立中国半导体和电信行业 为目标的高科技脱钩战略 产生的效果正好与它的预期相反 这样的做法 不仅损害了美国及其盟友的经济 还会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 以芯片业为例 美国半导体产业是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石 在2000年至2019年期间 美国的芯片的销售额 从1020亿美元增加到1930亿美元 几乎翻了一番 现在占据全球市场的44.5% 美国在芯片设计软件方面更具有优势 控制着全球80%的市场 太平洋地区是芯片 以及它相关的下游领域的设计生产组装 测试和消费的重要枢拟 从智能手机计算机到电信设备和医疗设备 是应有今有 中国的企业和消费者已经深深的融入到这一高度集成的产业和市场网络之中 2019年美国直接出口中国的芯片额达到88亿美元 如果将美国芯片公司的总销售额计算在内的话 总金额至少为700亿美元 这些芯片流向下游的中国公司或跨国公司 这些公司通常位于密集的产业集群之中 以不但降低的价格 为全球的消费者提供便利的产品和服务 同时美国芯片设备公司的产品出口量 越占它的总产量的90% 绝大部分出口到东亚 其中36亿美元直接出口到中国 然而鼓励华为对中国采取大规模的技术脱钩行动 却对美国的上面的这些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威胁 随着美国不断的关闭华为和中国企业的全球市场 中国肯定会采取相应的行动进行回击 这样的话将美国的企业拒之门外 同时也正是由于美国的不断的施压 中国正在加速发展它的本土创新的战略 中国的芯片产业 虽然仍然落后好几代 但是在缺乏外部供应的情况下 中国快速发展的可能性更大 美国的打压很有可能 非但没有破坏中国高科技的发展 反而助长了中国的发展势头 这样就会造成全球销售放缓 美国芯片行业主导地位 轴见丧失的结果 那根据美国波斯顿咨询集团称 美国与中国完全脱钩 将使美国芯片部门的收入减少37% 它的全球市场的份额将降到30% 相比之下中国的市场份额将从3%上升到31% 有人认为将美国所有制造业都回流到美国本土去生产 并且将中国拒之门外 那这个做法能够促使美国的工业进一步的发展 实际上大规模的迁移金源厂和其余的供应链 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最初的迁移和随后的操作 要花费巨额的成本 单个先进的金源厂的建造成本大概是100亿美元 而且运营成本也不便宜 尽管由于在我人口结构的原因 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会放缓 但是如果美国公司完全被拒之门外的话 其他的市场将无法弥补 美国公司从中国市场获得的收益 这就是为什么很少有美国公司 特别是高科技公司 完全放弃中国市场的原因 看来美国打压华为的行为 只能证明美国决策层的短视和弱视 这真是搬起势头砸了自己的脚 好这句话就说到这 下期节目再见